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主要来跟大家说的是侧上旋 好 那么我先来跟大家说的第一点侧上旋 这个侧上旋叫做侧翻 大家听清楚了吗 就是跟大家平常看到的这些侧上旋不一样 今天的这个侧翻呢 主要是帮助大家解决短球 因为我们平常发的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提拉的 发短球很难发 基本上一跳就出台了 对不对 但是呢大家现阶段你看到的啊 很多球发的侧上 要么就是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走 是不是 这个动作呢我感觉也非常的明显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今天的这个侧翻还是要教给大家 一个动作发成两个旋转 我的绝招 我的绝招 大家啊先来听好不好 先来跟着听 然后稍加练习啊 大家看这是我们刚刚干嘛 讲到的侧下 对不对 刚刚我们的动作侧下 那么呢 今天的侧翻是在这个手背向外顶的基础上 所有的动作都一样 但是呢 侧翻第一点啊 只有一个小点 大家听明白了之后 这个侧翻就能够练成了啊 我们呢在刚刚学习的 这个侧下的基础上 我们只加一个在手背外顶的一瞬间 大家听好了啊 手背外顶的一瞬间 手背 大家可以看到 手背进行侧翻 看 让这个球 看 把它调起来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手背 不紧紧啊 你看 手背 不紧紧要沿着这个线走了啊 我们还是要沿着这个线的同时 大家来看 我干嘛了 我进行了侧翻 大家来看 如果我对面有人的话 这个就直接就可以调我了 大家来看 看 是不是 这个残跳点明显就高了 那么这个侧翻就在刚刚大家学会的这个动作 手背外顶的基础上 我们加上手背侧翻 那么我们的基础点在哪里啊 我们球拍的基础点 刚刚呢 其实我在发这个侧下旋的时候 刚刚教大家的侧下旋的时候 基本上啊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球拍因为现在是面对着我的啊 面对着我的 大家来我的角度看 这个球拍现在面对着我的 我在发侧下旋的时候 在球拍的左下部 大家看见了吗 这边是我的左手啊 在球拍的左下部 我在发刚刚的侧下旋的时候 这是球拍的位置 那么在刚刚发侧下旋的时候 摩擦的球的位置是 球的右边偏下部 这是我刚刚发最开始讲的侧下旋 那么呢 我现在说到的侧翻的侧上旋的话 我们摩擦球拍的这个位置 大家来看 中部 看见了吗 摩擦球拍拍头的中部 接触球 看 接触球 也是 中部啊 看见了吗 右边的 右中部 可以稍稍偏下一点 但是一定不能像刚刚的下旋球一样下啊 同样也是 右边的中部 稍稍的偏下一点 看 这个时候 球拍的中部 右边球的中间偏下部 大家来看 这个球 侧翻 看我的短球 侧上旋 是不是就发出来了 我发十个 它都是短的 我在比赛当中 只要我想发短的 看 只要我想发短的 这个球它就不可能发长 所以说呢 今天的这个发球啊 直接就给大家解决了 我在发勾手的时候 我不 我发不了短的 我只能发长的 所以说今天这个侧翻 就直接给大家解决了 一个点 手背在外顶的同时进行侧翻 机球的时候 在侧翻的时候啊 因为它是一个侧上旋 我们机球的时候 应该是拍头的中部 球的右中部偏下啊 球的右边中下部 大家明白吗 中间稍稍偏下一点 看 这个球就是一个侧上旋 但是呢 它发的长的 发的不好啊 有利也有弊 这个球 它一般处于什么时候 就是说 你现在碰到的对手啊 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啊 我们就是也不说这个水平 水平稍微基础弱一点的 就是说你现在的 跟你的水平差不多啊 或者是呢 水平稍稍高一点的 只要大家学会了这个发球 因为这个发球 大家来看 第一点 哎我的我的 不好意思啊 大家来看 第一点 跟我的下旋 非常相似 一个动作 发出两种旋转 第二点 这个侧翻 隐蔽性 非常的高 啊 你在发球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隐蔽性 而大家呢 现阶段一直在学的 都是发完球之后 怎么来做假动作 所以说大家呢 更多的精力 是放在假动作上 而不是放在出手 发球上 我说的是不是球们 大家总是想着 哎呀我发了这个球 我怎么用更多的假动作 去给他隐藏啊 所以说今天这一个发球 直接一个动作 两种发球 解决大家在发球的时候 这个假动作 一直要练习的困扰 同时这个球的隐蔽性 非常高 低球的弹跳点也很低 你想一想 当你在接发球的时候 碰到一个球友啊 碰到一个球友 他发球的很低 我们是不是 第一个想干嘛 第一个就想错 谁敢跳呀 球这么低 对不对 但是他是不转 一戳就干嘛 一戳就冒高 但是呢 这个侧上选 有一点要说 它不是很拱 它只是隐蔽性强 这个落点低 这个弹跳比较低 隐蔽性强 但是发球不是很拱 所以说呢 别人接出来 这种冒高球啊 不会像我们一会儿讲的 提拉式 这种一戳 啪一下就冒了一米多高 没有这种 所以说呢 大家这个发球 就是为了你发短球 如果说你在发球的时候啊 特别想发短球 你的勾手总是发不短的话 现阶段呢 只有下选 大家来看 现阶段呢 你干嘛了 只有下选球 那么你把这个加上 看 把这个短球你加上 你在发球的时候 发短球 基本上就可以 非常的厉害 我去对面啊 给大家发两个 就一个点 大家记住 跟下选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在机球的一瞬间 手背 有一个侧翻啊 来我放到这边 大家呢 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好不好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咱们没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 纸板 好嘞啊 大家可以帮星泰 把关注点一点 好不好啊 咱们把关注点一点 我们把点赞 冲到四万啊 感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 我来发了啊 站到这儿 应该大家都可以看见 对不对 如果大家准备好了 来猜这个球 大家给我打一个一 大家如果准备好了 来猜这个球啊 根据我刚刚说到的 一个小点 测翻 大家呢 来进行判断 如果准备好了 大家给我打一个一啊 不然我不知道球门 有没有准备好啊 好 聚精会神的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球 好 再来看 第一个球 好 第一个球 还是第一个球 我发了三遍 大家来猜 这个是上还是下 上还是下 好家伙 猜什么的都有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的球 拍你看 看 我干嘛 我没有翻 好 第二个 大家来看 是上还是下 第二个啊 我没有任何的假动作啊 大家来猜 上还是下 上 非常好 是不是 好 我再来 我再来发 这是上啊 球门 明显的上啊 你看 看见了吗 他落球台了之后 他是要干嘛 他往上跳了 他落球台 他往上跳了 你看下旋球 落球台了之后 你看 我的我的 不好意思 你看下旋球 他往下栽的 上旋球 看这个机球点 他是干嘛 往上蹦的 没看清 翻了 看出手 对 就是看出手 所以说如果我不讲 大家今天来看这个发球 你肯定看明映 你说虽然我是 虽然我是真的 嗯 也就 也就是接触拍子位置不一样 对 不一样啊 虽然我刚刚说到的 一个是左下 一个是中部 但是这两个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 我发下旋球 左下 看 球拍的左下 发侧上旋 看 拍头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微小的差别 刚刚我都跟大家说了 拍头什么位置 球是什么位置 跟我刚刚发的下旋球 哪点不一样 所以说啊 来 直拍来两个 直拍的球也一直要看啊 嗯 来 直板 我直板发的不好啊 不好意思啊 直板发的不好 大家呢来看一下 好 来看一下啊 嗯 看一下啊 直板 侧下 哎呀我的 这就 翻得慢了啊 看 侧上 直板 就是说 大家在练这个时候 唯一的难点是什么啊 你侧下 你肯定好发 你按照我刚刚画的 运行轨迹 但是呢 你在发侧上的时候 为什么我刚刚用直板 发出来好几个高的 第一 我的身体 没压下去 我的重心刚刚没压 所以说那个球 大家看着高了 质量不高 第二就是 我的这个侧翻 我慢了 你看 这个侧翻我一慢 这个球它指定往上蹦 所以说 大家来看 这个侧翻一定要干嘛 短促有力 这个球 它才有质量 好不好 安球们 感谢大家的支持 重心这么重要吗 太重要了 实在是太重要了 非常之重要 啊 来 我发两个 大家来看 有重心 有重心 跟没重心 的发球 因为 你发的 侧上旋 侧上旋要干嘛呀 侧上旋 你本来 你看你下旋 往下 它可能 大家如果没点重心 可能这个球 它还这么低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我发 侧上旋的时候 本来它就上旋 就是这么蹦的 你看 如果我不压重心 看 蹦的多高 看 这个球 就这么蹦 对方怎么接呀 到条你 是不是 所以说 当你压了重心之后 你看 看 压重心 就是为了干嘛 压弧线 让这个球的弹跳快一点 不要往上面 跳这么多 好不好 啊 侧友们 来 我问一下 第一个 侧翻 大家要点 记住了吗 记住了之后 先去练习 稍加练习 然后我们回来 多进行探讨 好不好 如果呢 第一个侧翻 大家记住的话 全屏给星太 打一锅666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教大家 第二个侧上 提拉